我去日本 那边是工资高吗 还是什么 也是吧 肯定比国内要高一点 现在也封国了 他应该在什么地方 人现在阿尔及利亚亚 那个时候因为开场亏本 就想过去以后走个捷径 你想想那个时候11年 一百多万 太年轻了 有的事情还是没有斟酌款 像现在的话 为什么说他还在外面继续打工呢 就是不想成高抑制 我一直坚信我说地球是源的很多东西的话 其实只要努力了我觉得 很值得 真的 豆腐已经出来了 豆腐老了现在 可以了 可以了 豆腐老了现在 我一直在外面继续打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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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走投无路的 他就是觉得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给我们一点安全感 他一个人担着 他一个人担着 但是那个时候我一想 第一个你不能辜负 就是说你欠债的那些人 对吧 你个家都破了 万一欠 我说没事 你出去我也出去 就这样 有些事情必须要面对 而且必须要两个人去面对 有多有少吧 靠家搬家出来了 你在凌古屋 一年怎么样呢 十几万肯定能这样玩 没有休息 连续干十三个半小时 一天 就这样 你在那边去吧 三个六个五年去吧 都得好吗 对 我们就是 月月一号三天假 一年休三天 日本人过年嘛 月月一号休三天 要不 谁家在周末呢 对 全家嘛 全干好 全正天 是真的很苦 是真的很苦 那个时候想想都自由了 我们下期见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